我们继续来带您关心的是 陪伴不少观众朋友 将近14年时间的MSN即时通讯软体 在今天是倒数最后一天为大家服务了 也就是说明天呢 如果你在打开电脑是看不到MSN的界面 很多人觉得好舍不得 因为包括当年这个跟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谈远距离恋爱 都是呢靠着这个手在电脑旁的 等等等等这个声音来维系感情 因此呢就有网友说要陪伴MSN到最后一天 这个熟悉的声音已经陪伴大家将近14年 4月8号MSN在台湾就要正式走入历史 有距离恋爱嘛 然后就是靠着MSN维系感情啊 那其实每天守在MSN前面 那因为看不到对方 但是就感觉好像真实存在的感觉 那当然少了他就差好多 好多人舍不得啊 多少网友坚持要死守MSN 拜拜的最后一天 绝对不转进skype 还有网拍业者看准商机 找来当初画MSN插图成名的弯弯 设计出MSN席灯纪念T恤 一边打字的娃娃眼角含泪 跟MSN说拜拜 旁边还有经典的MSN小图 表达出舍不得MSN的心情 最后一天登入MSN的日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页面上 已经有一股浓浓的离别气息 叫大家赶紧转移到skype 整合的最快方法 就是用MSN账号登入skype软体 它就可以帮你把朋友的资讯都整合好 微软让MSN用户搬家很简单 只要在skype上选择新旧用户 汇入工作不到三分钟就完成 如果用户在7号没完成汇入手续 也不用担心 8号登入MSN虽然已经打不开界面 但会引导使用者转移到skype 通讯录还会保留 只是曾经风光的MSN 最多有三亿多的用户 近了三年因为APP和LINE等通讯软体竞争 让用户迅速流失 只剩一亿人 2012微软宣布整合 想用skype的云音服务再批新战场 只能说及时通讯软体的龙头战 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整天新闻吃草沛 王宗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